咦 如果这条叫紫黄症的话 那这条是不是叫粉绿症水症 人有三衰六和 你觉得没什么事 是因为你的黑气还没走出来 当你发现头头碰上黑 执病前身 走路打吐吞 就是你体内黑气即满 爆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这样 你就要报我的 去除黑气 赶走负能量 转运课程 还不快来报名 在市面上有时水晶会有些误道或取巧的方法 令到你以为是 例如这条我们叫紫黄症 另一条也是叫紫黄症 我问大家哪条才是正宗的紫黄症呢 应该是左边这个 为什么呢 大家要留意 它每一粒里面都有共身体 有两个颜色的 即是有紫色又有黄色的共身 每一粒都有两个颜色的 而不是这个 紫水晶加黄水晶 卡拉卡拉 这样就误道了别人 所以这个不是正式的 这个才是紫黄症 完全不同的 好了 另一种 又是会令人很容易误会的 就是阿努沙水晶 这个比较冷门一点 真正的阿努沙水晶 一粒里面 亦都有两个元素的共身 就是里面有金太阳 和绿柱石 记住 一粒里面有两个颜色的共身体 而不是像这个 金太阳 好了 接着穿一下 这里又用绿柱石穿上去 又是误道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正宗来说 一粒是有两个颜色的共身体 这样才可以正宗 所以大家要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